有了自早看 天天都要看 张学友在某次出席活动时 当被盗有没有可能当导师时 他是这样回答的 当我自己觉得真的能指导人家的时候 听到这一句时 好想说你也太谦虚了吧 关键是学友这么一说不打紧 可是汪峰该怎么说呢 还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吗 还有那位 为了私心毁了姚贝娜的歌谈一姐 纳音又情何以堪 其实张学友不愿做导师 除了谦虚以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对音乐的态度 有一次宣传活动 谈到上综艺节目当导师的话题 张学友表示 邀约一直有 我做一个节目 可以两年不用做事 我不是不喜欢钱 有些话我真的讲不出来 刻薄 尖酸的话 讲了我会难过 显然在张学友心中 音乐是神圣的 任何时候 任何场合 他都不愿敷衍了事 更不愿拿音乐作秀 如果有一个纯粹 只是为了音乐的场合 张学友一定会为音乐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毫不吝啬地 将他的歌唱本领传授给大家 预料最早看 天天都要看